好来看到高雄有这个小偷啊 他是大白天的时候 跑去把人家的铁窗螺丝给松开 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呢 再偷偷摸摸的摸黑 去把人家的窗户卸下来 进房子里面偷东西 本来想说运气好啊 因为这个屋主呢 完全就不知道小偷来又上门了 呼呼大睡 虽就虽在 他竟然碰上夜猫子邻居 发现了不对赶快报警 照片中位在防火箱的铁窗 整面被拆到地上 门户洞开 而一旁的脚踏车里 装的就是小偷拆窗的工具 小偷就这样摸进 这户民宅里面偷东西 晚上一点半啊 一点半多 我想尿尿啊 走到后面听到有声音 我就打开窗户偷看看 是不是有小偷来 这个真的有个人影 在那边动来动去啊 然后就跟我太太讲说 小偷好像又来了 结果一看 他是已经把铁房拆开 然后到我家正后房那一家 已经进去了 原来小偷白天先将螺丝拆下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到屋里东翻西找 没想到隔壁邻居是野猫子 发现小偷的手电筒光芒 立刻报警抓人 小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把这些螺丝钉 通通都给松开 把整面铁窗给卸了下来 不过住在里头的屋主 竟然还在熟睡 完全没有发现 小偷就被他压制在地上 把手铐靠起来 那另外一位警察就从前面那边 就怕小偷跑掉 就前后门把他堵住这样子 屋主在睡觉 对 屋主 当时在睡觉 完全不知道 直到园警在屋里抓到小偷 到卧房将屋主叫醒 他们才吓了一跳 这个笨贼只偷到 一枚两千元的戒指 还遇上叶猫子 花了这么多时间拆下窗户 还立刻被抓到 让他大喊 真的好倒霉 中天线 刘一清 高梦柔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